我想先問一下在座是台南人的可以舉個手嗎 喔還不錯還有個三分之一 我知道有一些是好想社群的朋友 那順便趁這個機會跟你們推銷一下 台南還有另外一個活動力很強的小團體 那我們先從新亞市怎麼成立開始 新亞的成立其實是在2016年 台南的朋友或是台灣的朋友可能就會有印象 2016年的2月6號小年夜的前一天 台南發生一個大地震 那大地震完之後呢 台南很快就有一群年輕人組織起來 弄了一個駐台南的志工團 那我在那個過程當中看到了 我發現說其實這些年輕人是可以跨黨派 一起為地方做一點事 所以就在那一年我就決定說 我們把一些年輕人找進來開始做一點事 那新亞的會員組成其實主要都是 我在裡面是數一數二 我過40歲所以是數一數二 大部分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 那我們其實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啊 就是 好從這邊開始 我們基本上呢 在新亞的粉專上面 盡可能我們在禮拜一到禮拜五 每天會有一篇 今天我們覺得重要的台南新聞是什麼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是因為 大家總是覺得社會新聞 地方新聞就是社會新聞 要嘛就車禍 要嘛行車紀錄器 不然就請煞之類這樣 那其實地方不是只有這些 地方有很多重要的政治新聞 那我們每天挑一則 我們覺得重要的 那譬如說這些都是台南在地的新聞 可是如果沒有透過這個方式 可能很多人就直接忽略掉了 所以這是我們每天要做的事情 再來是新亞講堂 我們在新亞講堂就是 我們的辦公室在成功路 火車在旁邊 那我們定期不定期就會舉辦一些講座 那就是大家一些有興趣的議題 有些跟地方有關 譬如說像 正成功那個銅像要不要拆 譬如說像 其他有一些就是這種地方 比較中央性的議題 互加盟是什麼啦 然後或者說像 這個知識經濟的未來之類這種 好 那我們除了辦這些講座之外 我們還會做一件事情就是 在地我們覺得重要的議題的懶人包 譬如說這個 有點反光看不太清楚 那個我們是在做去年 市議員的選區重劃合併 然後我們就做了一個懶人包 說這個合併到底是怎麼合併的 然後再過來這個領長補助費要嘛 其實說的是 各位不知道知不知道你們的領長 很多縣市的領長 其實每個月是有一筆補助費可以發 那台南市政府跟台南市議會 今年在這個案子上有一些討論 我們就幫大家整理出這個討論在做什麼 那譬如說我們現在還在進行的這個 南山公墓案呢 就是台南有一片非常大片的公墓 那因為它臨近市區 一直都有人說要不要把它整塊切移 然後開發 那我們也幫大家整理了一下 說這個公墓是怎麼開始 那現在的情況怎麼樣 那如果要開發的話 目前市府的規劃長什麼樣子 那這個是大概我們最近做的幾個懶人包 然後再過來呢 像這一些就是我們會去具體的參與一些地方議題的討論 譬如說 最旁邊這一張保留漁市場 就是在安平運河 如果昨天晚上有參加面海松的朋友 可能就會看到 你們在的那個運河旁邊 其實有一個已經廢棄的漁市場 那一度是不要把它拆掉 但是台南有很多文化公民覺得應該把它留下來 那我們也參與了這個保留運動 好 那除了這些比較點撞式的事件參與之外 我們每一面都會有一個重要的議題論壇 譬如說2017年我們就辦了文化論壇 18年辦了醫療給長照論壇 那19年我們目前正在做的是南山公墓的討論會 好 那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不曉得各位在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工程師 你們也許就是比較少的經驗是 不斷的走上街頭 然後開機者會抗議 我自己以前的海北是這樣的角色 可是我發現 抗議其實都是最後面一件事了 如果你可以在這個政策行程的過程當中 就介入 然後就開始進行討論的話 也許我們可以不用走到最後這種於私往後的抗議 所以在這個案子裡面 這個案子幾乎已經快要定案了 可是我們在那之前 我們就更積極的發聲 然後辦了很多活動 包括邀請大家來把手牽起來 環繞那個魚市場一圈 類似像這樣的活動 來引起市民的注意 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魚市場要被拆了 我們是不是要把它保留下來 類似像這樣的事情 然後呢 南山公布外 我剛剛解釋過了 另外一個 除了這些議題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工作的重點 是做這個議會的監督 那議會的監督 我們會用什麼方式呢 我們有一個小專案 叫新來議會小旅行 那這些其實都是我們剪出來的影片 我們的志工幫我們剪這個議會的質詢影片裡面 很荒謬的片段 譬如說像這個 有辦法剝嗎 可以嗎 好沒關係 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去那個YouTube上面看 這個其實就是在說 我們有一個市議員說 可不可以短程的酒駕不要抓 那這個在台灣這個非常強調酒駕靈魂的社會是 不可能被就是接受的嘛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影片剪出來 但也獲得了很大的迴響 三立卡提諾都有幫我們轉這樣 那這個事情呢 為什麼我們挑這個事情出來說 是因為這個議員 因為這個影片傳出來之後 感受到壓力 那最後也自己開口承認說 他這個質詢是錯誤的 然後也願意道歉願意改進 那這個就是我們覺得 監督市議會一個很明確的成效這樣 好 那再下一張 他彷彿就 開始跑那個影片然後就卡住了 嗯 就幫我把他 對 讓他到下一張去就好 好 那再過來我們剛剛說的是市議會 可是其實立委也有很多的區域立委是在我們這個選區喔 那這件事情是我們在2017年的時候做的立委給問嗎 那我們會在一些重要的議題上請這些立委表態 譬如說你是不是支持台灣獨立阿 那我們剛剛說那個魚市場你是不是支持保留阿 婚姻平權阿 然後鐵路地下畫你的態度是什麼阿 之類的 我們去詢問這些立委你們希望是做什麼樣子的這個表態 那這個很重要的是因為我們不希望每一次選民在選舉的時候總是只看那個大大的看板上面修圖修得很嚴重的候選人 然後旁邊寫個堅持阿認真阿之類的就去投票這樣 我們還是希望知道他們對議題的這個想法喔 那這個就是我們擾動選舉的一個手段 那包括說在去年我們也辦了這個熱度市長給問嗎 跟臥草合作在台南辦 那我們是全台灣唯一一個所有候選人都答應要來的城市 我覺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有一個這樣的在地團體在 所以他們會覺得害怕所以他們就只好乖乖出席這樣 好那我們除了這個剛剛那個給問嗎之外 去年我們也整理了所有市長候選的政見 然後請人來評估說你覺得這個政見可不可行阿 這個政見代表後面的意義是什麼這樣 好那我們也做了一個東西叫第二屆議員的觀測報告 因為台南市在2010年合併嘛 所以這個第二屆是因為合併完了第二屆 但在這個觀測報告裡面呢 我們就會去把每一個議員這四年內質詢了哪一些局處 然後什麼問題很簡單的呈現給大家看 那我們不去做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評鑑 我們做的事情是我整理出來 那你覺得你支持還是反對這個議員這樣的作為 那最後我們有一個願景計畫叫想像台南2040 2040年的時候各位都很年輕嘛 各位可能才40幾歲 那40幾歲其實是一個 大部分的各位 好40幾歲其實是一個很辛苦的年紀喔 所以從現在開始你就要去想說 當你40幾歲很辛苦的時候 你想要活在一個什麼樣的台南 那個台南應該要是你喜歡的你希望的樣子 所以我們從現在開始訪問這些年輕人說 2040你想要變怎麼樣 那我們把這些意見蒐集起來之後 再去討論到底有沒有可行性 而且我們因為現實合併的關係 在訪問的時候我們會盡可能希望從現區開始 然後在台北 其實如果各位不是台北人的話 就會發現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18歲以後我自己就是嘛 18歲以後去台北念大學 那念完大學之後就留在台北工作 然後很久都不回家鄉 所以我們還辦了一系列的講座在台北 那第一場為了吸引人氣 所以又來講台南的食物 就跟各位今天吃的東西差不多的意思這樣 好 那我們最後一個小的專案是賠利青春 是希望可以進入12歲到18歲的校園 因為在地的年輕人過了18歲 很多都出外了 所以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賠利 可能是在國高中這一段時間 那也可以很高興的跟大家說 我們在明年其實接了台南市政府 社會局的一個案子 就是要賠利兒少代表 那這個事情很重要是因為 兒少代表是這個城市裡面 12到18歲的中學生 那他們有權利去參與很多市府的 跟他們權益相關的會 那我們就會希望說 透過我們的賠利可以讓他們有更多 跟兒童人權相關的想像 然後讓他們進到這些會的時候 是可以根據這個公約的精神來發言 好 那國北有一些志工團 然後我們有很強的動員率 可以動員一些人到台北去參加 那這是最後一張PowerPoint 我們做這麼多事情 其實不是我們自己而已 我們有很多合作的夥伴 那我們在全國性的夥伴 譬如說像台灣勞工陣線 婚姻平衡大平台 綠色公民集中聯盟 今天也有提案到現場 那在地的團體的話 我們跟台南社大 教育產業公會 鳥會等等 都有很密切的合作 那不是只有台南有這樣的地方團體 譬如說像台中友好民協會 新北有聖敦協會 彰化剛剛成立的黃新文化行動協會 花蓮現在也有一個 但其實很多地方的年輕人開始 慢慢的去成立一些這種地方性的社團 為了地方事務而開始努力 那其他的社群 譬如說像我們跟臥草很密切的合作 那跟幾間出版社也都有 譬如說他們就來我們這邊 辦新書發表會 辦讀書會等等 那其實我們今天很高興可以來這邊 雖然是來承辦一個 伙食委員的角色 但非常希望可以透過今天這個活動 跟資訊社群 不管GINB也好 或是剛剛成立的台南小松的 這個資訊社群也好 有一些更多的合作 那我的報告到這邊 如果說會後大家對我們的組織 有任何更多的想要理解或討論的東西 都歡迎來找我 謝謝大家